在我国战机出口序上,有一款堪称宗勋战机的型号,那就是尖7,数一数,几十年来,我国出口的战机,全部是尖7系列以及后续型号。 据统计,我国间7系列总出口数量超过了500架,而在其基础上发展的FCE超期,已出口100多架,预计将达到200架左右,只是,FCE骁龙目前的出口数量,并没有达到当初的预期。 对于许多真正的穷国来说,FCE约2000万美元的单价还是有些高了,况且,这些国家基本没有什么强大的敌人。 速装备的战机,也就用来打打闲散的武装分子,或者滥截一些螺旋桨飞机什么的,并不需要多高的性能。 为了满足这些国家战机换装的需求,以前装备的尖7、抢5等,应夺达12个国家的要求。 我国在FTC2000教练机,JL-9闪银教练机的基础上,研制了这款FTC2000G多用途战机,之所以被称为多用途。 首先,作为一款以教练机为基础的战机,该机能够很好的完成中高级教练机的任务,省去了这些国家购买中高级教练机的费用。 况且,一般教练机这种存在,由于飞行强度不大,所以具有着比一般战机高一倍左右的飞行寿命,就由于其价格更加逼连,所以性价比十分的高。 其次,该机具有相当不错的对地攻击性能,其最大在弹量达到了三段,可以挂载航空炸弹、火箭弹,以及多款精确制的武器。 为了加强对地攻击能力,该机对气动设计进行了大改,在主翼上增加了前缘进翼,在主翼一根前端,增加了大边条,进气道改为DFI进气道,增加了进气效率。 这些措施的使用,大大提升了其大影响性能和低速性能,最低速度180公里每小时,保证了其良好的对地攻击能力。 再次,由于我不在航点技术方面的大发展,该机装备了相当于三代机水平的航列系统。 发射先进的格斗导弹不在话下,根据客户的需要,可以换装超时距雷达。 最大探测距离可以达到60公里,相当于F-16早期型号,可以发射F-10中级空空导弹。 由此可见,FTC-2000G作为监期的另一款中级大改,也终于搭上了三代机的步伐,由教练机改为夺用途战机,是这几年国际战机市场上流行的趋势。 而FTC-2000G显然是我国紧紧抓住最新趋势的优异表现,由于是因客户要求而言之,所以该机在首飞之前,就有了大量潜在的订单。 而在其首飞之日,更是有多达12个国家的代表来观看,这可都是客户啊,根据以往经验,这些国家所购买的战机数量,少得有8到12架,多得可达30来架。 这也就意味着,FTC-2000G将直接获得多达100架以上的订单,而后续订单将会更多。 对于生产厂家贵妃来说,真可为三年不开张,开张是三年。 当然,实际上,这几年贵妃的上映教练机,也获得了我国空海军的大量订单,而这即将先增加的100多架订单,则又是一个大惊喜。 作者,绿燕寻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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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者,绿燕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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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作者,绿燕梦